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呸 当年江宪宫击杀我王上 我等世代忠良 岂会任你等逆贼之后为主 本就是胡宫里通别国 弑君弑兄 之后 宪宫才替兄报仇 处决胡宫 你怎能颠倒是非黑白 历史还不是胜利者随意篡改书写的 当年的真相 我难道不仅你个未出生的丫头清楚吗 无须多言 让我亲自送你去王上那里问个明白吧 行吗 啊 嗯 你记得 an 001 人 低 list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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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有古神血脉 难怪田侯对僵尸子孙如此费心 天不渝我 伯姑氏 你和田贼勾结 道行逆施 有何颜面去见胡宫 天下大安 便是当年王上魏达成的心愿 我借田侯之法 替王上实现了 妖术社人也算是天下大安 简直荒谬 唐公已死 书将落到田河手里 你也迟早一样的下场 你们这一脉 终是王了 这 这倒是暴霓 不好 伯姑社的法力消散 龙要塌了 这天下 没什么 看不见 小小师 肯定是 一毛 都要得帮 Jerusalem 這是一個平安喜樂的盛世 這是為什麼呢 我亦不知 當年的攝日之勇 讓我從西王母那裡 得賞兩包仙藥 服用後便可飛生成仙 當時的百姓亦是困苦 我不忍棄之而去 只服用了半毛 從此不老不死 眼見歷代君王霸主付出無數努力 百姓卻始終在各種困頓中 掙扎憔悴 我亦無忌可食 心灰意了 那既然你仍留有仙藥 為什麼不全部服下 追隨妻子嫦娥而去 嫦娥願我 將她置於凡人之後 毒氣服藥飛生 我已無言見她 西王母神域告之日 我可在此沉睡等候 待我蘇醒之日 便是能度天下蒼生的天命之人 降世之時 所以你認為 我是天命之人 可是我 不過是我 我並不知道 如何拯救蒼生 我也無法確定 但是你不試試 怎知自己不成 即便真有天命之人 難道 不該是當朝天子嗎 我去見他 直言面見 為我自己 為父親 為阿子 為齊國 也為天下 你不見 他 他 誰 摩託 摩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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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